华语篮球世界 2022年1月12日 北京压硬汉吉林东北虎 周三晚上 CBA常规赛精彩不断 吉林东北虎与北京压展开正面对垒 林书豪上仗打出 CBA生涯最差一战 全场一分未得 还出现五次失误 导致球队攻防两端纷纷遭到压制 经过调整之后 相信北京压惠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展 现在球迷面前 第二阶段比赛场地坐落于吉林长春 这对于其他队伍来说 吉林东北虎可谓做拥竹场优势 奈何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有外援地 中思 江雨昕和江伟泽率领的吉林东北虎 却没有打出应有的风采 反而是状态妈妈 近期仗走势成梅花兼竹 时而好转时而天使的状态令人难以琢磨 不过说实在话 看看他们期间所输掉的比赛对手 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过去三场败仗 分别败广东华南湖两次和北京压所次 按照输一场赢一场这个规律走势 本场胜利会稍偏向他们一方 这就看地 中思等重要球员能否拿出优异的表现了 尤其是上一次与北京压交手中 地中思只拿到9分和4次助攻 双江组合亦发挥低迷 全队最高且唯一得分 上双的是崔晋明16分 因此最终惨遭大败 此番时隔数日对垒 地中思 江雨昕和江韦泽 渴望拿出精彩发挥率队复仇 阵容方面 后卫吕安雨继续伤缺 北京压近两周的赛程十分艰难 对手步伐有强敌浙江猛师两欲 辽宁飞豹和山西猛龙 一顿操作下来球队 仅在吉林东北虎身上取得一场大胜 其余都遭遇败仗 可见球队目前的竞技状态并不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 北京压上仗在比赛中遭到一些小麻烦 其一是林书豪打出CBA生涯乃至NBA生涯最差一战 全场一分不得 只贡献四个篮板 五次助攻和一个偷球 同时出现五次失误 正负值位杠六 若能稍微发挥正常一些 不至于会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 赛后他发微博用母亲对他说的话来激励自己 你只管尽力去做 其他的交给上帝 其二是迪小川和朱燕熙赛中与女记者发生争执 一度导致比赛中断 在这一定程度也会对队员心理产生不良影响 以上所提及 三人金账发挥好坏将关乎球队胜负走向 此外 虽然球队近况并不理想 但外援倦 集训的发挥还算交足功课 他已经连续六场至少拿到17分 而且这还是在主帅有效控制其出场时间所致 他的发挥对于北京压来说同样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